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已经投了人了 你在人间里所受的苦啊快乐啊 你现在都体会了吧 那么你要还没投在之前 你说我从来没到人道去过 我多想看看人道怎么样啊 你不要说你投人了 你就是没有做人之前 你都会怎么 你都会觉得哎呀非常稀奇啊 就是现在做了人了 很多东西又没看见过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的 很多怪怪的事情 其实就是个过程 就是个理解 你没看到不一定代表没有啊 什么事情都要非要自己碰到了 你才相信 那你这个人就叫愚痴 没有碰到你也要相信 人家告诉你的你就要相信 人家告诉你天上有菩萨 你就要相信 谁就告诉大家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听别人说 啊 找到一个师父 找到一个老师 能够告诉你一些事情 他就是你的老师 啊 只要告诉你是正能量的 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老师 啊 如果告诉你负能量的 那不是老师 不是老师 啊 他就是给你 把你带坏 啊 所以你自己要学会分析 啊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叫好的啊 什么叫不好啊 你自己在八十年中 在七十年中 啊 阿姆罗斯里面都要有一个 有一个衡量 人间是和非的一个标准 当然你说你修了好了 是非都没有 但是你在初期阶段 你必须有个是非标准 派人的事情不能做 哪怕对自己有利也不能做 对不对啊 帮助别人的事情就可以做 哪怕对自己没利 只要能够帮到别人 你就必须去做 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智慧啊 智慧啊 智慧能断烦恼啊 啊 那么智慧有两种啊 一种是人间的智慧 还有一种是破无名的智慧 什么叫破无名啊 自己什么都不懂 你能够拥有智慧 能够懂了 那你就叫般若 嗯 对 对 好了 嗯 好 好 好 嗯 好 感谢观看